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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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播出乌云密布 蛀似马迹被我记录 扫起扫落起起伏伏 世间万无为我庇护 沙朝熬义 对手脚力 坚然暗器 令化暴御 成天处恶 出江湖落 能源情仇 江湖道义 走过岛山火海龙湯湖血 黑黑风高我的光芒 照亮了午夜 真相的火焰 在我脑海浮现 隐谋轨迹 无法左右我的主见 任我一朝一世刀光 尖影现神通 粗暴安良为国为民 我在下个梦 云里道不通 把我伤不懂 骁傲江湖像令狐中 让我闹天公 像孙悟空 小龙虎毫无功 刀剑在我手 无愧于天地 长生为我救 守护江山反壁 为侠者大 修炼在瀑布之下 瀑布是我鸑马 不输我的部下 建屋狐之大 要学会放得下 没错说的就是 你是我的你缘啊 为侠者大 修炼在瀑布之下 瀑布是我鸑马 不输我的部下 建屋狐之大 要学会放得下 没错说的就是 你是我的你缘啊 当我放开 你是输了这一夜 势必揭开 隐藏着的这一切 当我翻开 历史书的这一夜 势必揭开 隐藏着的这一切 拿损 严正说 杨大祈在死之前 一直在为延世维 诬告他这件事情烦恼 我听到的消息 可不是这样的 陈梅 拆东墙 补西墙 一直拆 一直补 欠下的那些债 总是要管的 根据春梅的描述 杨大祈那晚醉酒失态 哭着睡着了 春梅将杨大祈安置好以后 去厨房要醒酒汤 回来的时候 发现书房门 已经从里面锁上了 他以为 杨大祈想要一个人静一静 于是也就离开了 所以说 拆了东墙补西墙 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这些话 就是杨大祈的临终遗言 那他说的那个债 是什么债啊 你说呢 原来严氏维 并没有无限的 杨大祈真的探没了公款 杨大祈之前所参与的工程 确实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去查 怎么查 申请去调查他经手的那些账目啊 你说得容易 不管是玉清宫迎建案 还是泰山风善 负责的主官 都是当朝宰相魏灵 我们怎么可能公开去查他呢 要不我们再去趟杨佛 可姚光他 不要管他 破案要件 走 怎么 没事 走 瞅你个鲁随风 肯定又带泰山去花街留下 开阳姐姐 开阳姐姐 借个兵器 什么东西 你要借兵器干嘛 我要教训一下温曲 他自己不学好你就算了 现在还带上泰山 你知道吧 我那个狂化异能呢 是临时不灵的 我要是不灵的时候 我有打不过的 你是说 有随风又带泰山去清牢了 你是不知道 昨天我们去杨佛查案的时候 他就跟里面的姑娘勾勾搭搭搭的 夜不归岁就罢了 今天呢 还鬼鬼祟祟的带泰山出去 你说能有好事吗 温曲生性风流 平日里也就算了 执行公务的时候还这样 太不像话了 我跟你一起去 走 我们俩人们 这有什么事 就是 我们俩人们 也许多好事 尼不收点 这有什么情给你 咱们 有什么事 我现在跟你们 这就 咱们 我 让他伤口一事又如何 早晚抓住他的把命 好 是 是 要收工 他 去 还是 今天 天 他们都 只要是 沟 或者是 赶 tickets 有一点 帮你查账 找出杨大齐的罪状 好 大人 原来他们是当杨府查案子的 还好你没有上去责问 否则的话 他死定 我现在是他的师父 他居然敢找大柳邦的查案子 还把我放在眼里吗 是吗 我一大早就看到 太岁站在你门口等你 是他不去找你 还是你生他的气不去找他呀 那他就不能哄哄我嘛 小气贵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都来了 就去帮忙好不好 本来这个案子就不错 这就是我的 想甩掉我 门都没有 有些人哪 不是说不来吗 这怎么又来了呢 臭小子 你也想弃尸灭祖是不是 敢偷大柳门下 我一看你就是脑后有反骨 反骨 你们家把后脑勺叫做反骨啊 还这么特别 你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 一见面就吵架 天生的冤家 公事要紧 莫让别人 看了我北斗司的笑话 你来啦 可有收获 杨大奇毫无疑问是被杀的 可是当他尸体被发现时 门窗都是字内紧闭 凶手究竟是如何杀人 又是如何离开的 可有收获 杨大奇毫无疑问是被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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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当他尸体被发现时 被人用暗器始终头部致死 所以凶手当时站的位置 只能是这里 我检查过了 这个房间没有暗道 我始终都想不明白 凶手究竟是如何离开的 开始 燕兄啊 这个燕士维啊 真是太过分了 无时无刻不告我黑状 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杨贤弟啊 不用怕 深正不怕影子邪啊 他能奈你喝 也对也对 来 喝酒 春梅 你是丫鬟 得站着 谁让你坐下的 我快 来来来 给老爷针酒 没看到眼大人酒都没了 你都给我弄出来了 太帅 给我站住 看我不打死你啊 给我站住 救命啊 丫鬟打老爷 丫鬟打老爷了 救命啊 再停 他 他 太打老爷 他碰我 太打老爷 太打老爷 好了 这是案发现场 继续 燕兄 你喝多了 还是早点休息吧 燕兄 燕兄 那 我送你回去 来 老婆我扶你 真没呀 还是你疼老爷我呀 燕兄 等等我呀 燕兄 你们家丫鬟看着真彪寒 杨贤地留步 于兄先告辞了 燕兄慢走啊 我就不演送了 慢走啊 小心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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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姐姐 这段就不用演了吧 还是要演的 万一这段时间 有人在杨大琪的房间里 做了手脚 我们也好估算出杨大琪 送眼症离开 然后回来的时间 或许也可发现些端倪 差不多了 我们回去吧 姚光 回来扶着他 春梅 扶老爷就请 老爷 您先歇着吧 我去给您拿碗醒酒汤 去吧 春梅 去吧 春梅离开房间 很快回去拿了醒酒汤 可是回来以后发现 门 从里面关上了 老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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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杨大琪当时的情况来看 虽然喝多了 但是让他自己起来关门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那是杨大琪自己关的门 还是凶手 两者皆有可能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凶手如何在杀完人以后 离开门窗内壁的房间 我想不通 整个房间我都检查过了 没有按到 这三枚铁钉 已经完全灌入杨大琪的头骨 力道十足 头骨比这柱子要坚硬许多 你用铁钉灌入这柱子 也只灌入了一半 力道远远比凶手要小 如果这铁钉 并非以人力射出 而是以激阔之力射出呢 激阔之力 你们来 不过来 这有个古怪 有些人 这只不过 有些人 原来是凶手 那一并俩 这么多啊 你想想 整个朝廷七年的度支账本 不过你知足吧 我让你搬的也只是些总账 要是全部都拿来 能马够这十几间呢 但是这些 就算调拨足够的人手 也得查个一年半载吧 放心吧 哪些账目跟杨大祈有关系 我心里最清楚 毕竟这些年 最注意杨大祈的人 就是我 我瞒你说 我已经暗地里偷偷查了他三年 我之所以敢向朝廷告举杨大祈 也就是我查到了一些梅墓 我有足够的把握 你们看 这个木劳汉 比眼睁腐伤的要住许多 会不会有材料不一样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你要干吗 咱们试试里面有什么呀 我们不便损毁他人腐伤之物吧 只要你能破案 就算你把这儿的东西都砸了 杨家也不会反对的 那你砸吧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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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看 你看 我终于找到他们的漏洞了 闫大人 可发现什么破绽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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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笔 就大有出入 只要有了这些 我们就能证明杨大祈在这个账目上 做过手脚 闫大人 这后面的署名 这些署名是 审核这些账目的人 眼政 眼政 是将座大将 所有的建造项目 都要经过他的手 之前没听他说过呀 嗯 他是杨大祈生前最后一个见的人 而且他现在已经告老还乡 这其中 找火 快来人啊 快来人救火 找火啦 我可以确定 杨大祈头上的钢钉 就是从这个木楼汉里射出来的 什么 不对啊 从这里到床的位置 中间还有一个木屏风 这木屏风 我刚刚检查过 上面没有一个洞也 如果凶手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换一扇新的屏风来的话 他就用不着 用这么隐蔽的手段了 更何况 这薄骨架是靠墙摆放 这木罗汉在薄骨架上 只能射到对面的墙上 如何射到床上去呢 除非是杨大祈自己站在这里 然后被射死了之后 又跑到床上去了 又或者是这些小罗汉 跳跳跳跳跳跳 跳到床上 然后再跳跳跳回来 他们不需要跑 也不需要跳 一样可以杀人 快来人哪 快来人救火呀 这赵粉要烧了 那就撑弯了 走 往后退 快快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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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还有这屏风挡着 你看 你看 Sal 原来杨大崎 是这么死的 如此巧夺天工的设计 竟然用在杀人上面 真是侮辱了机关术 凶手会是谁呢 只要查清楚 这个东西是谁做的 不就知道了吗 大人啊 没发现什么人 这会是谁 跑到咱们这儿放火呀 眼政的嫌疑最大 我已经查过了 这间房间里所有的家具 都是大将亲眼政帮他做的 眼政 他们可是好朋友啊 有时候最好的朋友 才是最危险的 你的意思是说 这眼政 会是杨大喜的同谋 此人避脱不了干系 我跟星义 现在立刻动身去阎府 阎大人 还请你 去找康平仲康相公 把这儿发生的事情 一无一时地告诉我 眼政官职不低 光靠我 恐怕难以拿下的 还得请康相公来帮忙 我明白 我现在就去 糟了 眼政已经跟朝廷告了我们 还乡了 马上就要离开京城了 走 这下大理寺平仕官窦城 又要是要见你家老爷 眼政眼大人 哎呀 我们家老爷呀 已经告老还乡了 他不在家 二位请回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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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ㄅ明 二位 一位 一位 三位 一位 四位 所有的罪状全都在此 眼政就是杨大齐的同谋啊 罪证确凿 窦平氏已经带人去了眼府 拦截眼政了 只是眼政官职不敌 如果没有圣旨 恐怕奈何不了他 所以还恳请康相公 能够为我们做主啊 你随老夫进宫灭圣 不关我的事啊 我真没有骗你们 我 我们家老爷 那是 那是真走了呀 老伯 你们家老爷犯了天大的案子 你要敢隐瞒的话 是要与其同罪的 是是是 那我问你 他是不是真的回想想 是是是 不不不 不是不是 到底是还是不是 老爷的家眷哪 带着大队人马走了好几天了 我们家老爷晚走了几天 今天下午刚走的 他说他要去赴宴 跟老友辞刑 在哪儿赴宴 老爷说在 于 于穷楼 走 尊上 这个案子做得虽然隐秘 可还是留下了不少线索可追寻哪 不可能一意消除 我估计啊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得找上我了 你怕了 我怕什么呀 大不了隐姓埋名 浪迹天涯而已 我担心的是遵上您的大业呀 如此大事 焉能天衣无缝 毫无漏斗 不过 我们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我们已用贪末的银钱 培养了很大的势力 如今朝廷查不查得出 已经不重要了 哎呀 想当初修建玉清宫 以及陛下去泰山封善 就是那个康平仲出面坚决反对 现如今他担任三司使 掌管朝廷的用度 那严世为 但就更大了 要不是他暗中举报杨大祁 估计也不会那么快就败路了 康平仲 他已经见尸胜中 得意不了多久了 倒是这个北斗司 现在越来越碍事了 我已经留下线索 引他们来找我了 北斗司 汇集了天下的奇人意识 不是一语之辈 对付他们 只靠你的机关术 恐怕力有不殆呀 这样吧 我在楼里 安排一些人 助你一臂之力 只要你临行之前 折损他们几员大将 本尊日后行事 就容易多了 尊上 我有自信 一定能折损他几员大将 好 等等 等等 玉雄楼中 现在一定有埋伏 我们去封城府搬救兵 你等小心 去玉雄楼 务必捉拿住衍证 好 行义 走 走了 走 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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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开 快开开 走 走 开开开 这 谋杀了杨大齐 正欲逃离京城呢 我要进宫 请指拿他 你快帮我去看住他 人在何处 应该还在家里头 刚才大理寺的豆瓶室 已经带人去他家里头拦人了 小弟们 跟我走 驾 快进宫 快进宫 驾 驾 驾 几位客官 里面请啊 随便坐 我们要楼上的雅间 实在对不住 楼上野大人给包了 几位客官要不赶日再去 我们就是他的客人 快 跟上 快 跟上 跟上 快 不请自来 还望勿怪 我们来呢 是因为有一件疑难事 还请大人不另赐教 坐 坐 眼大人 杜芝私副使杨大齐 利用建造玉清宫的机会 探没了大笔工款 不知道大人是否同谋呢 之后杨大齐离奇暴毙 请问此举是否是 衍大人你所为呢 姓衍的 你用带有机关的穆罗汉 杀死杨大齐之后 为何不立刻调回 正常的穆罗汉 以你跟杨大齐的关系 应该很容易搬到吧 送给老友的礼物 我怎么能拿回来呢 既然是朋友 你为什么要杀他 人世间 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 为了大业 哪怕是至亲 也可牺牲 你贪磨公款 难道是在筹谋什么大事 杀死杨大齐 不是为了灭口 紧急是因为 他顶不住压力 相向康相公坦白 而我们需要时间来善后 你们 衍大人 你请的客人 我的客人都在这儿了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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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大将军 阿谦何人 回大将军的话 下官乃大理寺平氏斗城 晃晃晃晃去哪儿啊 下官从封城府 借了一些捕快牙役 准备捉拿药犯眼镇 我受康相公之托 正好去捉拿药犯眼镇 眼镇府在前方 为何背道而止 眼镇此时不在府中 而是在东华门外的玉琼楼内宴请宾客 发兵玉琼楼 原来衍大人特地在此社局 迎我们来 还有什么后手 使出来吧 客目千丝 做老翁 鸡皮鹤发 与针铜 须鱼弄霸 既无事 还似人生 一梦中 鸡皮鹤 橙一 大人 展开 老公 在楼上 给我上 大人 展开 老公 老公 大人 放开 大人 你是鬼府的弟子吧 家师曾经说过 昔日有一人与他齐名 江湖人称神功 说的就是你吧眼睁 你既有如此才华 为何要自甘堕落 行那不轨之事 老妇所图 你个黄帽丫头懂什么呀 要是你师父鬼府还活着的话 还能跟我较量一番 就凭你们 这什么玩意儿啊 女儿 爹爹怎么来了 这里危险 快 把他们统统拿下 是 别拨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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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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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